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是 浪漫二 夜人者 荷馬仔 今天也是接著新番介紹 講完一些男人的浪漫 沒有浪漫的回來 沒有浪漫的回來 這套應該都是男人的浪漫 這套絕對不是男人的浪漫 這套是變態的浪漫 接下來要講的是殺狠大 殺不用錢 隻命樂園追訪 衝方釘再加虛冤 再加茂雄谷淳 三傢伙三殺 接下來要講的是 Psycho Plus II 接著一季 我們記得是關機 忍住關機 故事時間是怎樣 Psycho Plus I 差不多兩年後的故事 我想沒得升 要做夠十年 然後你會進入厚生產 就可以拿到優厚的職位 是的嗎? 你現在計算的 朱姐也是做了兩年 我當他三年 我當第一季發生了一年 他也是做了三年 他也是做了一段時間 故事吐露 其實都是用一季裏面 他講的是 Psycho Plus的顏色 如何去追捕犯人 但是當然現在 朱姐經過一季的歷練之後 他人證明了 有沒有能降了 不是他沒有能降了 身體技術好了 身體能力方面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了 而朱姐發展了 就是他有自己一套 追捕犯人的方式 其實在一季裏面 非常虧的追捕 例如299 不是689就行 689已經射死了 689就是 執行對象 痴滅模式 是會死了 可不可以去到這麼高 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知道 這個真的可不可以去到這麼高 可能是689 叫他加入他 我們可以提出一下 不是689 應該是特質者 故事裡面 其實看到 一季埋尾那時候 那位清純和可愛 新加入的監察官 經過了兩年的監察官歷練之後 他說他做過一年 就是沒有做過兩年 他變得麻木 不近人情 不是很合理的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或者是白相 就是這樣 做報告寫report 捉產就是這樣 白相是第二套 慢慢 故事裡面其實 新的這位監察官 這位新人 開始其實他對朱姐的辦案手法 其實他是完全認同的 你不會覺得他在呼應大一貴 如果你會說有一點影子 就會覺得 他會不會跟當年的朱姐有一點相似 但你發覺其實是沒有相近點的 基本上 其實他是一個很普通的監察官套路 其實如果他像的 他是像野助 以前的野助 以前的野助 他是有一點相似 更甚應該是 野助 因為一季裡面 我們也了解到野助的角色 他為什麼想相信 因為他是爸爸 就是因為不相信系統 所以變成這樣的死款 他有那個因由 就是 他有一點點強迫自己 覺得系統應該是對的 但是 這位新人 其實他給了出來的感覺 就是 他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總之係是說對正確 他好 政府說是這樣 他就這樣做 所以公務員的事情 老闆說就有 但是 continuing 第一季 其實خت het 沒有這種感覺 除了那個 那個新人之外 你是好 後해도他被人 射傷了 那個監察 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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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麽 那裏在爭論那件事 那不是你覺得他怎麽會消失了 那就是這樣 那不是你想我做什麽 我又不是工作又不是找人的 其實他不會去想其他可能性 他就覺得這件事是我管的 那我不管 因為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他這個那個的東西 他也是呼應就是西比斯系統 當他賦予了一個職能給你 你只會做職能以內的東西 當職能以外的東西 你是不需要你 亦都沒有必要他來 還有他對於系統那種相信 不理其他可能性 覺得沒有的了 系統就是萬能的了 這個也是成計於你第一季 都是這個套路 就是大家都相信系統 那當然其實 朱姐的這些破格行為 那當然令很多人有不滿 很多人都想撲他 那個問題是 他直到天庭 而很多人都撲他 然後朱姐其實擺他的態度說 寫得幾好啊 不錯啊 要撲我啊 撲咯 不過朱姐的心裏面又說 你撲 你撲我是沒用的 上面的 我的人 我的底是永遠都不會化的 看我一個戲的人就知道 朱姐那種 鬆容不逼的態度 來自於就是什麼啊 來自於就是 哇 你知道 我上面有人啊 朱姐根本上就說 你系統都不敢動我 連你頭也不敢動我 單單你這樣的新人審份報告 就想撲我 你未免是太天真了吧 朱姐其實你一直到這裏 其實我其實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因為第一季裏面 他未找到一個比系統更加適合 去取代這個系統去管治人類的方式 所以他選擇留在這個系統裏面 作為一個監視者的身份 監視這個系統的一切 而當他認為一些系統裏面不適合 或者是他的判斷我覺得是錯的 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要採取一些非常的手法 就好像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人有救的 因為他也知道 經過第一個 是Psychopath是會跌的 是可以跌的 就是如果當然知道那個人是因由的話 其實是有辦法可以拯救這個對象 令他可以回歸社會也好 或者是不需要被人射殺的 他是會有這個考量 而建基於他這個自信 其實建基於就是他 因為他上面有人 西比斯系統也不敢動他 而西比斯系統是一個很值得監察的對象 因為是一個無論做甚麼 就算他殺了人也好 他的Psychopath也不會混濁 的一個欺而有人種 簡稱奇人種 不同 而其實你說呢 在這一季裏面 最要繼續看 而惹座像一個人 五判教會兩年 差不多 明明是一季 第一季他強迫自己要送西比斯系統 和爸爸翻臉 今季 其實這樣才是正常神 而見到的 其實惹座知道的一件事 在一季裏面 就是因為 好像齒咬哥的這個type 的話 要仔有仔 要女有女 他終於知道 就是在這個西比斯系統身存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老實說 其實 這樣也關好事的嗎 為甚麼 你看不出嗎 我只看到他練大隻了 三集裏面 他現在就是 其實新人的那個監察官 雖然好像不太聽他說話 但其實呢 對他有一點面紅的感覺 也有一點 不是啊 你覺得正常一點 他怎麼追 阿朱姐會聽到話 因為他事明都說 然後另一個 異科的監察官 然後又 來他家裡的 還要穿著 底衣 搓一下自己的肌肉 這個也是我開玩笑的 這件事 跟劇情的實在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你說 故事裡面 其實現在就有多了一個角色 就是 他可以避過了 整個城市裡面的監察系統 成為一個完全隱形的人 而且他還有一個辦法 可以令到 就是 那些歹高巴指數很高的人 是突然之間可以降回正常水平 因為其實 尤其是第三集 尾我們看到 有位監察官 被人按了第一 是二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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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二文用權 是二感中人的招式 其實你看到 我覺得多了很多 就是阿伯母 第一季 彈到聖呼 好像是量產化了 第一季裡面 其實我已經得出了結論 其實西比斯系統 他是類似 他會測試到 你覺得是犯罪的東西 第一季裡面 為什麼會彈到聖呼 他為什麼會沒有 就是因為 他覺得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當我覺得 咀人 打人是對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這件事是最惡 其實西比斯系統 應該不會跌 其實我覺得 今季裡面 有很多意識 就是那些人 是覺得 我終於明白到 真理 就是我做這件事是對的 其實他們不是說明真理 是他們明白 有些人幫他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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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這樣做的 不關事 當然 也留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WC 其實開頭 不是女生人套租之前 她套租我都說 WC 我想去廁所 編劇的東西 要去廁所看那些七人魔法師 後面會說 是 當然 他這個 WC的意思就是 WC 其實是 我有時候有少許解讀 不過現在未肯定 其實解讀 我也覺得 解讀就是 你屬於什麼顏色 其實是 你自己生存的理念 定義 他不是說真的顏色 我覺得其實是 即是怎樣 還是不太明白 你的Psycho Path 如果是長期 都可能是安定形式 即是說 你滿足這個社會 你想說 但是它的Psycho Path 是高 即是說 你的社會定位 比較尷尬 或者你的社會上 不能夠滿足到你 你就想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 現在這個社會 那個模式 透明 就是我一般一般 但問題不可以是色彩 即是你那個人 是紅色的 你那個人是藍色的 不是 應該說 你原本你是什麼顏色 你自己個人 你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因為其實你看到的 第一個 第一個人 他其實就告訴你 我出生於名牌大學 家裡又有錢 他有一點點高 富稅我不敢說 這麼聰明的人 就是因為 你定義了我 是混族顏色 而決定了我將來 就是我現在就是 在那裡 普通公司做普通事 對 是的 我這個顏色不一定是錯的 我這個顏色 其實當然它是秉承 鋼位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 究竟 我這個顏色 我現在是這個顏色 我應該 我自己可以 怎樣發揮自己 其實是可以 我覺得是有這個 當然你說現在的故事 其實很多東西 都還是很迷 當然你說 我們也看到很多 一個位的角色 一進門口 就知道 你的窗裡有袋 就自願進了這個 驅留室來的 應該是 他都生活得很舒適 見到他都 你也看到的 其實 新人那位監察官 其實 他就是很典型 很有精神潔癖的那種 他覺得 就是說 跟你們這些 這些階級主義 顏色混族的人說話的話 會影響到我 變成混族 跟第一個議員說 沒有那麼誇張 而是 只是說 公事公敗 不是他們用那種做案方式 因為用那種做案方式 而你們才會變得混族 他不是介意跟你說話 是的 這個人 以這個人 是很偏激地 他覺得說 他是害怕的 看到說 這個就是那位教授 然後他害怕 只要跟他說話 就好像什麼呢 說話 是會懷孕的 然後就馬上離開到老遠 其實他就已經是 你會見到的 全種全蜜就是這樣 怎麼都怪獸懷孕的 當然你說 現在 朱姐 那個光碗很奇怪 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他屬於什麼 他又不僅在探求方法 當然你說 如果他真的好像他現在的套路的話 我覺得 是真的被我說中 在第一季說中了 他真的想著自己作為一個偽事件者 站在那裡等 我等人關機 沒有 很正常 好看第二季這件事 當現在這傢伙 奸國 反派 透明人 這個我們叫做 究竟他用什麼方法 就是 因為這樣說 作為處於一個道德高地的朱姐 的話 其實你只要用一點 現在其實 哇 你殺過人你就是不對的話 他都可以judge他 其實現在 所以其實我現在反而想知道 就是 朱姐究竟用什麼態度去看這件事 但我覺得始終 最後有個問題 我始終覺得很含糊 因為當第一季 最後你已經交代了 CMN System 它只不過是一堆人老的決定 那你重點 大家對於那個系統 揭了底牌 你對於那個數值 那個定義 那個移民又會再出來 那你再接不接受到第二季 他這種演繹 我始終覺得有保留 我有保留 因為其實現在朱姐給我的感覺 是越來越差 就是 尤其是開會的時候 跟那個白色頭髮局 阿婆說局長 其實他們有那種 彭貝維奸的感覺 因為朱姐想去找 這個透明人出來 然後局長就說 你找吧 我都覺得這個人挺有趣的 其實 他們好像是什麼 朱姐只不過是說 我覺得這個人 有可疑 這個人 他犯了罪 我想抓他 而局長就想招攬他 想招攬他 那其實整件事 他變了幫兇 阿姨不妨礙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們說 你們現在是合理的 你們現在是 是呀 我們現在搬著兩個口 是呀 避利用 但這個又要回歸那個問題 就是第一季 做這些奇怪怪的東西 那個 是 似咬 那朱姐去追她那個 問題就是 如果當朱姐走了去做 調整個角色做了一些非常虧的事 就是 新的那個調調化 那個 調查官 可不可以做回當年朱姐做的事 這個就是我最質疑的地方 真的不清楚 是啊 所以 其實 他對我的吸引力 其實比上季低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說 整個西比斯系統已經揭底了 當你看到揭底的情況之下 甚至我覺得 現在這個局面是一個死局 其實他唯一可以解決的 就是在一季那時候 朱姐 按了power off 關掉他的機 而如果第二季就是這個混亂的社會 是否再探求一些東西 其實是有可塑性的 但現在 這個就是 在這個不能被推翻的一個系統裏面 朱姐唯一有機會推翻那次 他放棄了機會 究竟還有些什麼可以推翻他呢 朱姐的想法是這樣 我未有新的方案之前 我不推翻舊的方案 現在這樣 第二季新的方案 他就想 可不可以關掉你機 不關事 因為現在未有這個 但其實你說 最主要看一個透明人 他究竟用什麼手法 但如果他用回第一季的手法 I am sorry 其實 朱姐也是會說他 你等第三季啦 那我們這一集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節回來